好 针对这个部分呢 康瑞台风已经增强为一个中度台风了 现在它的未来动态到底是如何呢 气象署正在做说明 风康瑞呢 它在凌晨两点的时候 其实已经增强为中度台风 而它目前早上八点的位置 是在距离我们的恒春 约东南方740公里的海面上 目前它是一个持续增强的中度台风 而未来的趋势呢 将会逐渐的朝台湾的东南部的海域靠近 我们从台风的预测资料上面 可以先看到 从路径的潜视预报上 今天周二的早上八点 台风大致是在这个位置 可以看到在今明两天呢 台风呢 会逐渐的往西北方向 接近到台湾的东南部的海域这一带 而这段期间呢 由于海气条件都有支持台风的发展 所以台风呢 有逐渐的增强 以及暴风范围有逐渐的扩大的趋势 我们可以看到 在周三的晚间 到周四的一整天的这段期间 台风呢 具有可能增强来到它的边风 我们目前的预估呢 大致是在中度台风的上限 当然也不排除可能会到更强的情形 而届时呢 它的暴风范围呢 将可能会扩大来到300公里左右 而在周四的一整天 到周五的清晨 可以看到是台湾距离 台风距离台湾的陆地最接近的时候 这个台风以目前的预测资料呢 显示它以从我们的东半部这一带的陆地登陆的几率是比较高的 而届时呢 它在周四周五在台湾的陆地上空逐渐的重新整合 到了周五的白天之后呢 会逐渐的出海 并且呢 在台湾海峡上面往北移动 并且有逐渐减弱消散的趋势 不过也可以看到 在第二第三天左右的 整体的这个预测呢 还是会有不确定性 再加上台风的环流 以及台湾的地形之间的交互作用 整体的环境是比较复杂 所以说呢 在台风对于台湾附近登陆的整个位置 还有时间点 以及在陆地上面停留的时间 还有整个出海的位置呢 都还是有一些不确定性 所以提醒大家要留意气象鼠 所发布的最新预报资讯 我们也可以来参考 暴风可能到达的时间以及几率 那这样子的范围呢 其实就是台风的暴风的范围呢 最有可能抵达的时间 这个是在我们的周三的早上八点 这个是周四的早上八点钟 可以看到在周四的早上八点钟 整体来说台风的暴风范围 都已经涵盖到台湾的上空 也因此呢 我们所预估台风对于台湾 最接近影响最明显的时候呢 就是在整个周四到周五的清晨这段期间 也因此如果说整体的路径 以及台风的强度预测 如我们目前的资料所预估的话呢 我们也不排除在今天的傍晚前后 可能发布到海上台风警报 而在陆上台风警报的情形呢 大致可能会落在明天的清晨到上午左右 那我们再来看到这个台风 对台湾附近所造成的风浪的影响 其实浪高呢 在近海的浪都已经明显的增大了 在台湾附近的各海面 都已经有三米以上的浪高 我们在这个图示上面呢 今天整体的浪高 黄色呢都是在三米以上的范围 可以看到台湾附近各海面 都是普遍有三米以上 而呢在更高的地方呢 在四米左右 在东南部 蓝与绿岛的这一带 也是比较拼高的情形 这是由于距离台风的位置 比较接近的关系 我们也可以看到 在周三周四浪 还有在逐步增高的趋势 我们要提醒 在周三周四这段期间呢 台湾附近各沿海 都要留意有二到四米 我们在可能会有 四到六米左右的浪高 甚至呢在整个东半部 恒春半岛 蓝与绿岛 还有澎湖 以及后续 在周四 西南沿海这一带 也有可能有局部六米以上的浪高出现 所以在海面上面的浪呢 都是比较偏大的 而且还会有长浪发生的情形 我们从今天开始 在台湾的北海岸 东半部恒春 蓝与绿岛 就可能有长浪发生 而随着台风的逐渐接近 通过台湾附近 在周三到周五的之外期间 各沿海 以及澎湖 还有金门马祖 也都有可能会有长浪出现 所以提醒大家 非必要尽量避免 前往海边活动 海上的风浪都相当的偏大 有一些危险性 而至于在沿海的风力的部分呢 今天的风力也是逐步增强的趋势 其实台湾附近盛行呢 随着台风的接近 是一个东北风明显偏强的 这个环境 再加上呢 随着台风本身的环流接近之后呢 对于我们的东半部地区 南与绿岛也会造成 相当的风力的威胁 而随着台风呢 经过台湾的上空 来到台湾的西南部 以及台湾海峡这一带之后呢 整体的风场转为西南风 其实对西半部 在台湾海峡这一带 澎湖金门马祖的风力 也是有逐渐增大的趋势 所以呢 我们目前已经发布了 路上强风特报 也会逐步的更新 我们目前提醒在桃园 到云林市路上强风的范围 还有像恒春 南与绿岛以及澎湖 这些地方呢 可能会有9到10级的强阵风 而到了明天 以及周四周五呢 这两天呢 整个各沿海的风浪 都会明显的在持续的增大 在明天呢 南与绿岛就有可能受到 台风附近的强风影响 有10到12级的强阵风 而台湾的沿海 整个大的风力的情形呢 也是逐渐的扩大 所以在台南伊北 还有宜兰的这一带呢 以及金能马祖 都可能会有来到 9到11级的强阵风 甚或在周四周五的 之外期间 各沿海离岛都要注意 9到12级 或甚至台风附近的强风 可能造成平均风12级 或阵风14级的这种 致在性的强风 至于在我们附近的天气呢 其实今天可以看到 在雷达回波图上 已经有台风的 这个环流的降雨呢 逐渐再接近到 我们的东方的外海 不过呢 对台湾附近的影响呢 是还没有来到的 所以说呢 在我们的基隆北海岸 大台北的山区 还有宜兰这一带 主要是环境的东北风 所造成的这种 地形性的间歇的降雨 那其实今天呢 其他各地大致来讲 都还是以比较偏向 多云道寝的天气为主 那以目前的累积降雨来讲呢 整体的降雨 都是比较偏向 短暂的阵性降雨 不过在中南部的这一带 也可能会有一些降雨发生 可以期待一句备用 不过整体的下雨的 时间以及范围呢 都是不长 也不会说的下得太大的 那我们要开始留意呢 从明天开始呢 持续的受到台风的 外围的环流的影响 在我们迎风面的降雨 是逐渐加剧的趋势 今天呢 在台北还有宜兰呢 是有一些局部的较大雨势 不过可以看到 我们从降雨的 这个趋势的比较呢 就可以发现 到了周三 随着台风的逐渐接近 外围环流影响到 台湾的陆地之后呢 在整个北部 东半部 尤其在北部的山区 然后还有大台北地区 基隆北海岸 宜兰山区 甚至花莲呢 都是越晚的降雨 都会越来越增多 要留意在桃源伊北 宜兰会有局部的 好雨出现 而从晚间开始的 花冬恒春 也可能会有 局部性的大雨发生 那在离岛的部分呢 大致上从周四开始 会转成比较阴雨的天气 而台湾本岛呢 要特别留意 从周四到周五的清晨 是这个台风对我们影响 雨量最明显的时候 可以看到在东半部 都可能会有局部 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发生 这是由于降雨的 雨势比较偏大 而且下雨的时间呢 也是持续性的在累积 所以东半部一定要特别留意 这种可能会造成 摊坊落实的情形 那至于在北部 南部地区 还有中部的山区 也可能会有局部性的豪雨 而至于随着台风呢 逐渐的在台湾的上空 那台湾的西南部的这一带 逐渐转成西南风的情形之后呢 其实在周四的晚间 到周五的清晨 中部地区也可能会有一些 大雨发生的情形 那随着台风的逐渐远离 我们可以看到在周五的白天开始 整体的雨势都趋缓了 虽然在各地 还是会有些间歇性的降雨 在西半部有些短暂的 在东半部有些局部的降雨 不过可以看到 准体来说都是明显渐缓的情形 那因此呢 我们要提醒大家 台风主将要接近我们了 但是今天整体的雨势和风势 都相对来说还不会太大 所以大家要把握时间 做好防台的准备 那我们在周三接近 周四到周五的清晨 是这个风雨影响最明显的时候 提醒大家严防豪雨强风 在豪雨方面呢 要特别留意居家的环境 我们要提前去疏通沟渠 那也避免前往山区活动 至于在强风的情形呢 也要留意去稳固一些 容易掉落的物品 那避免危险 那在海边呢 风浪都是比较明显偏大的 所以也提醒大家这段期间呢 非必要尽量避免前往海边活动 至于台风的陆境预报 海市会有一些不确定性 也提醒大家留意我们发布的 最新预报资讯 以上是今天上午的天气说明 好 当然针对这个 康瑞台风的最新动态 气象署刚刚也做了说明 当然现在到底会不会登陆呢 其实各国的看法都是蛮不一样的 不过提醒大家对于台湾的影响是确定会有的 务必要提高警觉了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脆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敏靍 750睛 敏珀 defeated 帮政 敏 硫 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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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